第八集 父老爷子不是一个会亏待自己的人 尽管身上没有一分钱 但还是点了不少这家店里的招牌 等他吃饱喝足左等右等 都不见警卫员来找 而服务员呢 则是时不时往他这边望一眼 一副生怕他跑了的样子 父老爷子的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 只是偏偏他记不住警卫员的手机号码 就像别人接电话他给警卫员都不行 就在父老爷子抓耳挠腮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当时就坐在他隔壁桌的沈青兰站了起来 镜子走到柜台结了账 顺便帮父老爷子也给结了 本来父老爷子并不知道 还是服务员走了过来 将两张纸币递给他 纸了纸已经走出门外的沈青兰的背影 说道 刚才那位小姐已经结过账了 这是找您的零钱 请您收好 说是零钱 但是却是两张枕的 父老爷子一蒙 顺着服务员指着的方向看去 只看到一个轻瘦的背影 父老爷子立马起身追了出去 连服务员递给他的钱都没有拿 沈青兰走得不快 父老爷子很快追上了 丫头 丫头等等我 沈青兰隐约听到 后面有人叫自己 停下脚步 父老爷子跑得气喘吁吁 到底是老了 八十多岁的身体 哪里能跟年轻人比 哎哟 丫头 你走得也太快了 老人家差点跟不上啊 父老爷子嘟囔着 沈青兰一眼就认出 这是刚才在饭馆里 遇见的老爷子 大概是没牵负账 坐在位置上抓耳挠塞的 沈青兰顺便就给丈夫了 老人家 你有什么事吗 沈青兰淡淡问道 身影轻悦好听 父老爷子没有想到 帮自己的丫头 竟然这么年轻 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 但身上的气度倒是沉稳 一点也不符合他的年纪 丫头 刚才谢谢你 父老爷子老脸一红 举手之劳 您不必放在心上 那个丫头啊 送佛送到夕 那个 你能不能再帮老头子 我一个忙啊 父老爷子舔着老脸 开口 他是个好面子的人 能说出 让一个素媚平身的丫头 帮忙的话 已经是破天荒了 您说 沈青兰 不是都管闲事的人 但是对于老人家 他总是抱有一份尊重 更何况 从这个老人家的身上 他看到了 自家爷爷的身影 老头子 老头子跟家人走散了 身上也没钱 丫头 能不能送老头子我回家呀 沈青兰想了想 今天已经没什么事了 于是点头答应 好 老人家 您住在哪里啊 听着父老爷子 报出地址 沈青兰 眸光微闪 沈青兰 一直将父老爷子 送到大院门口 丫头 谢谢你啊 真是太谢谢了 今天要不是你 老头子丢人 就丢大发喽 父老爷子 看着沈青兰 眉开眼相 老人家 您不用这么客气 反正 我也是要回家的 沈青兰 声音清淡 父老爷子 只以为 他是谦虚 根本没有往深处想 沈青兰 话里的意思 一直到沈青兰 跟他一起 进大院的门 而门口的警卫 竟然没有拦 父老爷子 这才回顾未来 丫头 你也住在这里 沈青兰 点头 老爷子 您住在哪里 我送你回家吧 父老爷子 看着沈青兰 亲力的容颜 不记得 住在这里的人中 有这么一号人 难道 是谁家的亲戚 暂时住在这里 丫头 你家住在哪里 父老爷子 不答反问 后来 父老爷子 才知道 沈青兰 竟然就是 自己家老友 失而复得的孙女 父老爷子 也住在大院里 沈青兰 又是三年前 回到沈家的 按理 父老爷子 不可能不认识 只是那几年 恰好 父老爷子 身体不好 去了南方疗养 上个星期 刚回到京城 知道了沈青兰 是老友 沈老爷子的孙女 父老爷子 对沈青兰的喜爱 又多了一分 这其中还包含了 几分疼惜之意 小时候 她也是真心疼爱过 这个小丫头的 然后 父老爷子 渐渐发现 沈青兰 不仅是性子 超越同龄人的沉稳 学识 还十分渊博 各方面都懂一点 无论是父老爷子 找他下棋 还是交流 品品书画的心得 他都能应对自如 就是与他讨论 时事政治 他也能说出 一二三来 为人低调又谦虚 对老人家的态度 不涉落 但绝对尊敬 而且 沈青兰很有耐心 就算是父老爷子 不断悔棋 他也不恼 父老爷子 没有孙女 只有一个孙子 和一个外孙 与沈青兰初次见面 印象极好 相处越久 对沈青兰 越是喜爱 一开始 父老爷子 也没有打算 把沈青兰 和傅恒一 想到一块去 毕竟那时候 沈青兰 刚过十八岁生日 而傅恒一 还没有到三十岁 他虽然想抱曾孙 但是 也不会去勉强孙子 一年又一年 转眼三年过去了 孙子依然醉心于部队 对自己的婚事 那是一点也不上心 当初那个青色的小丫头 也渐渐长大 长成了一个 风华绝代的美人 只是身上的气质 倒是越发冷清了 沈家的事情 父老爷子也清楚 楚云荣的想法 他是无法理解 但是 也没有立场苛责 对于沈青兰 倒是越发疼惜了几分 一年前的某天 父老爷子正在跟沈青兰下棋 不知怎么的 就想到了至今单身的孙子 想想孙子的样貌 又看看对面 侄子沉思的沈青兰 父老爷子眼睛一亮 一个想法从心中冒了出来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越想越为自己 这个想法点赞 于是 父老爷子连旗也不瞎了 兴冲冲地跑回房间 给沈老爷子打电话 说了自己的打算 谁知道 沈老爷子一听 立马把电话挂了 还骂了他一句 痴心妄想 然后 沈青兰就被自家爷爷 一个电话叫回家了 好几个月 都没有见到父老爷子 父老爷子也知道 自己这个想法 有点厚颜无耻 毕竟人家女孩子 还是花骨朵呢 自己家这个 都是老辣肉了 为了不再继续 惹恼沈老爷子 在沈老爷子面前 也不再提这件事 只是心中 却在暗暗谋划着 等孙子回来的时候 就让孙子 先把人追到手 到时候 沈家丫头 自己愿意了 沈老头 就是不愿意 也没办法 但是天不随人愿 傅恒义那一年 特别忙碌 就连过年 也没有回来 这次 如果不是自己装病 指定 这个臭小子 也不会回来 想到这里 父老爷子一个人 双手插腰 在自己房间里 乱转着 恨孙子 不争气 傅恒义 没有理会 傅老爷子的 小性子 这次休假 本来就不是 他的意愿 部队里 正在选拔新人 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他作为队长 本不应该缺席 却被老爷子 以病重为由 骗了回来 原本他还不知道 傅老爷子 骗他回来的原因 现在嘛 多半就是看中了 那个沈家的 小丫头吧 想起那个 亲历无双 却亲吻的人 傅恒义 嘴角挂起 自己都没有 察觉到的笑容 只不过 今晚跟沈青 来说的话 是真的 确定了 傅老爷子 身体没事 他后天 就打算回部队了 等赞回来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 想到部队 傅恒义就想到 之后的训练计划书 还没写呢 索性 趁着现在有空 先把训练计划书 写出来 这样想着 他就静止去了书房 可怜傅老爷子 还在房间里 等着傅恒义 过来跟自己认错 然后 去把沈青岚追到手 傅老爷子 左等右等 也没有等来 傅恒义 终于知道 孙子是真的 不打算去 沈青岚 这怎么可以 青岚丫头 是自己看好的 孙媳妇人选 绝不能 让别人叼走了 别以为 他不知道 有好多人 都在 觊觎着 青岚丫头呢 上次 他去学校找她 还看见 有个男生 给青岚丫头 送花表白呢 虽然沈青岚 没有接受 但是谁知道 会不会有下一个 万一被别人追走了 他真是哭都 没有地方哭去 想到这里 傅老爷子 心中冒出一条计划 第二天 京城就传出 这样一条消息 说是 傅家要选孙媳妇 消息一出 立马轰炸了整个京城 搅动了一池 未婚姑娘的春水 傅家 那是什么样的人家 那是豪门中的豪门 权贵中的权贵 是京城女人 想嫁入的人家 而傅恒义呢 更是傅家这一辈 最出色的继承人 年仅三十一岁的少将 光是这个 就可以让大票的姑娘 为了嫁进傅家 而起破脑袋 更何况 傅恒义还有一副 比明星还要养眼的样貌 只是 还不等姑娘们行动 又一则消息传了出来 据说傅家 已经选定了孙媳妇的人选 这个人 就是沈家的姑娘 一时间 京城里随地可见 碎成渣的片片芳心 而那个被选中的沈家姑娘 则是被京城里的姑娘 定义为 勾引了傅爷的狐狸精 傅家传出这个消息 最激动的人 不是京城的名媛淑女们 而是处于 暴风中心的沈家 沈西桐 尤其是知道 傅老爷子属意的 孙媳妇人选 是沈家的小姐时 眼中狂喜藏也藏不住 沈家的小姐 与傅恒毅年纪相当的 除了自己还有谁 沈西桐对自己相当自信 自己虽然只是沈家的养女 但是她能感觉到 楚云荣是把她当作 轻生女儿来养的 事实上 就连身为她的轻生女儿的 沈青兰 都没有享受过 楚云荣的爱 沈家对沈西桐很好 自小接受的 就是精英教育 而她本人也争气 名校毕业 弹得一首好钢琴 楚云荣出席任何活动 也会把她带在身边 音音把她当作 接班人的姿态 沈西桐自己生得漂亮 虽然小时候生活苦楚 但是在沈家这么多年 养尊处优 让她身上端得是一副 名媛淑女的风范 又因为沈家的家事 在京城里很是吃得开 而反观沈青兰呢 除了刚回到沈家的时候 沈家举行了宴会之外 她再也没有出席过任何宴会 京城里认识她的人寥寥无几 虽然沈家的两位长辈 都很疼她 但是她除了学习成绩 优异一点之外 还有什么是拿得出手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